今天这节课咱们要干的一件事就是基于你这个房子它的一些属性一堆指标 然后预测一下你这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但是咱们来预测这个房子不是咱们自己家的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的 是国外的因为我们的数据集是选择的依旧是一个增加数据集 在这里咱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目标很明确 基于咱们房子当中一堆的属性去预测一下这个房子最终它能卖多少钱 所以说咱们现在是个什么任务 它就是一个回归任务要去预测一个值出来 对于这个小房子右边我也是画了一个小房子 这个房子看起来跟个小屋儿似的是吧 然后基于这个小房子我们要干什么 第一步我们要去分析一下咱现在指标很多的 比如说一个房子现在这个房子都配什么 都配个车库吧 老外跟他中国人不一样 他们那块地的地比较大 所以说房子还能配什么 能配游泳池能配车库能配花园 甚至能给你配一条街出来 所以说咱们这个数据集还蛮有意思的 一会儿咱们配套东西是蛮多的 在国内啊不太现实吧 你在国内买一个房子也就你那么八十块的一大地儿 但是国外啊比较爽啊买一个房子 它是送你一块大地 然后啊就是听我听我那个老姨父说 他们加拿大嘛 他们那块不是买房子 他们干什么 他们是买地 你跟政府啊把这个地买下来了 这个地啊就愿归你了 你想在这个地上建什么那都随你变了 就是你只要有了一个地契 然后在这个房子上 你可以自己愿意建什么东西 建什么东西 当然第一满足标准啊 然后建个三层小楼建个别墅啊 这些都可以的 国外啊和国内不太一样啊 咱国内就是买个高层 然后高层里边就是买其中一间嘛 国外不一样啊 国外可以说跟咱的一个花销价格差不多 但是呢人家买的是那么一块地 那个地里啊你就愿意建什么 你就建什么了 这个就是国内国外的差距 你没办法呀 国内人太多了 然后啊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流程吧 首先呢我们来分级步走 第一步要干什么 第一步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 现在数据给你了 数据里边有一堆属性 你要干什么 是不是得瞅一瞅 看一看每个属性咋回事啊 所以说先看一下 我的一个结果就是房子的价格 这些个属性啊 跟我的房子的价格 它们之间啊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呢在看属性的时候 咱们要干什么 肯定得做一些展示吧 作业可是坏的东西 咱一会儿呢拿Sebron这个库去做 做的同时啊咱里想 哎呀这个库当中有连续值 也有离散值 我分别由什么来表示呢 怎么展示清晰啊 一会儿咱来说 第二点看什么 看一下我的数据吧 数据当中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有这样一个要求 就是咱现在啊进行一个预测 预测的一个结果啊 我希望什么啊 首先在结果上想 我希望这些东西啊 它是服从一个正在分布的吧 啥正在分布啊 中间高两边低 往中间集中吧 这啥意思啊 房屋的价格啊 应该去相对来说都是大部分 哎是差不多的 少部分都是一些比 极低的极高的 都是少部分 它有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大部分房价格啊 咱们认为啊 不会偏离太大 少部分房价格 它可能就是过高 或者过低 这个样子 然后呢 不光要看你最终房子的价格吧 还要看咱们的数据啊 因为你的数据什么啊 比如说你的数据里边 咱来想 比如说一个人当中啊 这个他有多少辆车 大部分人什么样 大部分人也就有个一辆车吧 是吧 那你说有一个十辆车 数概率非常低啊 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什么啊 也类似一个正在分布嘛 也要做这样一件事 然后呢 接下来干什么啊 数据处理吧 咱这个数据当中啊 缺失值啊 一片子一片子的 缺失咋办呢 咱一会儿啊 一步来看吧 还把缺失值解决掉 以及呢 在这里还有标签转换吧 两个非常基本的操作 第四步 第四步啊 还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啊 咱们建模吧 建模的时候啊 咱来看对比一下吧 单一的模型 我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要做回归嘛 最简单的一个现金回归是吧 现金回归你稍微拓展一下 领回归不就出来了吗 把这些回归啊 咱来看一下 单个回归 想要怎么样 再次来瞅一瞅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集成回归 它又怎么样 然后那个XG Boost啊 它不也能去做回归吗 再来看一下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这个呢 就是啊 我们一会儿 大概来说 要做这么几件事啊 都是比较基本任务 首先呢 咱们还干什么 先看一下数据吧 这个数据啊 它是一个.csv数据啊 所能影响 一会儿呢 咱挑几个重点的来说一说 这些啊 就是感兴趣 大家自己一个来看吧 下面我都列出来了 这个数据咱们就不开始看了 在这里呢 你看我列出来了啊 在列之前 首先啊 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用哪些个工具包 工具包来看一下吧 你说你哪个不认识呢 一看没有哪个不认识吧 这块我把这个警告给去掉了 因为总给我说一些 这个库啊 要更新什么东西的 看一堆红字比较烦 所以说呢 在这块直接把警告去掉了 然后基本的库啊 还是这些啊 sqlern Cburn Metplot Pandas 加了一个cpy 它是干什么的 你看一会儿呢 我要做一件事啊 咱在这里是不是说 要做一个正态分布相关的东西啊 所以说啊 我一会儿要计算一个指标 叫做一个偏度 一会儿呢 咱再来看一看呀 偏度是啥意思啊 就能说咱说 第一步 先把我的数据导进来 这些包啊 各位大家都有了 也不用拆卷安了 都是Andiconda当中啊 默认带的 Cburn好像没有 Cburn我不知道有没有 Cburn就是没有的话 咱再装下Cburn那个库啊 然后咱先把这个CSV啊 给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啊 看一下当前的数据 有多少个列 我这一打的列名啊 我吓一跳 我天哪 这么多列是吧 指标啊是非常多的 然后这块都列了一下 大概都什么意思啊 就是可能它这个分量 我觉得有点太细了 有一些建筑类型的分类 然后还有一些各种的配置 住宅的类型 住宅完成的质量 总体装的平台 施工日期 什么从速日期 屋顶的材料 外部的房子 外部的质量 地下室 花园 车库 我这个东西 我是没完全看完啊 我觉得我看完这个东西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 国外这个房子啊 究竟它有多少个指标 咱现在啊 也不管了 就是有这么多个指标 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这些指标当中啊 我要干什么啊 基于我的指标 进行一个回位任务吧 指标啊 咱就不一个人说了 你看还有什么 月销售房子之前的 一个销售情况 它都给你啊 给它列出来了啊 就是这个事 然后呢 再来看吧 在这里 我们还指定什么 首先来看第一点 我第一点看什么啊 第一点看了一下 我销售的一个价格 一个价格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我们的标签吧 看一下吧 咱标签的一个属性 然后Describe完之后 刚才告你了 它一共有1460条记录 数据量啊 讲道理不是很大是吧 就1400多条 然后呢 平均价格 我们算一下吧 各 十百千万 十万 十八万的一个价格 好吧 十八万价格啊 十八万 哎呀 这个价格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低 因为国外这个汇率比较高 是吧 这个价格啊 会不好评估 它也不是中国的 你要给我整个上海房价 我能给你判断犯的这个事 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 就是在这块给你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咱先来看第一点吧 要干什么 我们刚才啊 不是说 第一步我要看一下 当前啊 咱这个结果 它是不是满足于 一个正代分布吗 看一下吧 Cburn当中 直接去displot一下 把我当前的数据 传进来 一画啊 它的分布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 咋看这个东西啊 数不数一个正代分布啊 一般情况下 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你一打眼瞅一下子 一打眼瞅一下子 感觉 还行是吧 大致服从了一个正代分布 然后一般情况下 数据啊 都会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则 就是 它的尾巴比较大 你看 在这个右边 它出现了个尾巴吧 你看这个尾巴 分布的比较长 是吧 所以说啊 这有什么啊 在这块有个偏度 你看 由于右边的尾巴比较长 显着啊 它往左边偏了一些吧 就是有这样一个事儿 咱看一下 当前满不满足于正代分布 一方面 一打眼看一下 没有尾巴 如果说尾巴 没有 哎 这是最好的 基本就差不多了 有尾巴 是什么样呢 咱来再计算一个指标 计算什么 计算 它的一个偏度值啊 咱就直接来看上面这个偏度 不看这个风度了 先看我们的偏度值吧 偏度值等于一点多 一点八的一个数 这个偏度值啊 相对来说 还是稍微的 有点大的吧 所以说啊 现在咱们算了一个偏度 有了这样的一个偏度指标之后啊 咱再来看 呦 这块回去一下 有了这个偏度指标之后啊 我们要干什么啊 咱一会儿啊 就得想一想 既然 它不是一个标准正代分布 是不是 我就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要做这个事儿 怎么做呢 一会儿啊 单独拿出来给大家来捞一捞这个东西 第二个 选择一些咱关键的指标 瞅一瞅数据吧 这里啊 拿到这样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啊 是我是这么觉得啊 就是你说一个房子啊 它能卖多少钱 大概情况下 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 它得按平方去卖啊 五万一平方 这可能是上海一个 郊区的价格 我现在是上海房价 这个郊区干五万多 市区八万起吧 这个样子 所以说 现在就是 也不用干别的 我看这些老开新闻啊 说一个老头 哎呀 就是清贫了一辈子了 等到把拆迁 等到他把他的房产 一拆迁之后啊 我的天哪 拆迁款一千多万呢 直接啊 就是什么都不用干了 后晚辈 六十多岁一个老头 然后再来看吧 这是一个居住的面积 我说啊 它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吧 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么个事吧 画一个散点图 看一下 1460个点嘛 花出来好吧 你看这个居住的面积 哎 这个 这个国外这个平方英尺 我对这个 国外这个英尺这个概念啊 不是特别清晰啊 大家如果能看懂 咱看看这个东西啊 然后看不懂的情况下 咱就看看这个分布 就完事了 看一下吧 是不是成年之类 这样有指标啊 英尺越大 你房子的售卖价格 讲道理也越高吧 这样一个事 你看 英尺越大 房子价格 知道越高吧 还是这个事啊 然后呢 再来看吧 越大面积 房价越贵 讲道理来说 肯定正常的吧 但是你看 是不是有些离群点啊 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 还有这些点 这些点什么 有些是房屋面移特别大 哎 价格价格来说不贵 有些是房屋面移特别大 价格来很贵 但是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出现的情况 都比较少吧 所以说啊 我一观察我的数据当中 在某些属性上 它有离群点吧 离群点咋办啊 咱要不要处理啊 讲道理 还得处理一下吧 所以说呢 一会儿啊 咱得想一想 离群点这个东西啊 咱该怎么去办 然后再来看看下面 下面是什么 一个地下室的面积 哎我去这个东西挺绝要的 国外这个房子还有地下室 在国内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吧 所以说这里还有指标 地下室的一个面积 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事吧 还是就是越大越大吧 这样一个事 照样有离群点啊 这就是咱随便啊 先选择了两个点型的 连续值代表 观察了一下数据啊 长什么样子 这呢 那个直接数据属性太多了 我们直接啊 选择两个比较典型的 来看了一下 然后再来看了一下 然后再来看了一下